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n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侏羅技世界遊戲啦 今天這一集呢 老頭要來進行水生生物的 40級升階進化 哎 那今天這個可能呢 會有一點不一樣哦 哪裡不一樣呢 就是我的這個聲音 你們聽看看有沒有不一樣 啊我不知道你們感覺如何 我是覺得跟我之前的麥克風有差別啊 沒有錯老頭換麥克風了哦 那換什麼麥克風呢 啊由於老頭最近呢 接到了一個廠商的邀請啊 他提供了一些麥克風給老頭做測試 希望老頭呢可以在影片上面呢 呈現效果給大家看哦 所以說呢近期內可能啊 就會有不同的老頭的聲音啊 讓你們來去 辨別一下這個麥克風的差異性 就是我們這個我們不露爸爸提供的 不露夜體哦 這個不露夜體呢 各位應該也大概都知道吧 那他擁有三個電容式震膜倉 讓你可以在這個任何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輕鬆完成錄音哦 那有多重模式選擇新型指向 雙指向全指向跟立體聲哦 老頭現在所使用的是新型指向哦 就是比較基本的單項錄音這樣子 然後呢正義控制靜音按鈕 就是可以調大小以及就是 不曉得大家聽見就按靜音 然後隨差機用哦 蘋果跟一般的電腦PC呢 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可以用於各種不同的環境哦 各位呢可以自己 稍微參考一下 好這一隻哦可以來試試看 哦然後再來就是呢 哦他這個不露夜體系列的麥克風呢 哦在這個羅技G 號的軟體裡面也有支援的哦 你只要打開這個軟體呢 啟動裡面的這個 不露莫死哦 你就可以使用他們專屬的設定 來現在老頭給你們聽一下 專屬的設定長什麼樣子 哦這個是低音增強設定 我的聲音變成非常的低 哦然後我現在老頭是用這個清脆 清脆且溫暖 然後呢效果部分還可以變成外星人 啊是不是很帥啊 我現在是外星人還是要逼最 機器人 哦來刷逼一下啊 哦不吃咖子不吃咖子哦 哈哈哈哈 弄回來反正大概這支麥克風的功能就是這個樣子哦 那這個軟體呢如果你是有不露也提的的觀眾朋友們呢 你可以直接去這個羅技G HUB呢 這個官網的下載他們這個軟體哦就可以使用這些功能了 好不好啊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 參考看看 OK 講解完畢了 這支就是不露也提哦 那我們下一集呢 老頭也會用另外一支麥克風來做測試給大家 讓大家來分辨一下 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OK 講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直接開始遊戲 來把這個海諾龍呢 升到40級 剛剛講說我們要升40級的水生生物嗎 忘記講是哪一條龍了 就是我們這支海諾龍 這支海諾龍呢 看起來還蠻帥的就是了 那看一下 感覺跟這個蒼龍比起來呢 87分之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聲音切的怎樣 沒事我的聲音切的正常 怕我沒切好等一下從頭到尾都是 外星人的聲音就非常的尷尬了 好吧OK 那先直接讓他另外四隻進來哦 OK 我們四隻全部都加進來了哦 來試試看 我們現在的肉2100萬應該是ok啦 不會不夠吧 我覺得 應該是不會不夠吧 然後應該是不會閃退吧 剛剛感覺好像有閃退的徵兆 好這一支的話 算了下一集 我本來是享受兩支 本來是想說兩支一起用的呢 算了算了算了 算了兩支一起用的話 會很長很長 先這一支好了好不好 咱們就先這一支海諾龍 第二階 趕快把他升上去就對了 第一階跟第二階外型差別不大 感覺好像只是曬黑而已 你只是曬黑而已啊 我的天啊 哇塞 好啦反正每一集老頭都要吐槽一下這個遊戲的開發人員 真的是越來越偷懶 感覺的出來啊 像是關於這種商城哦 上次我記得看那個 侏羅記的 FB社群 他說這個遊戲開發呢 根本就是把我們當智障來看 我記得說是當時這邊賣一支大地來四十幾要三千多塊 到底是誰會 買一支四十幾的大地來三千多塊 哈哈哈哈 哇那個四十幾大地來三千多塊 如果你是說四十幾的帝王暴龍 三千多塊那也就算 一支大地來四十幾 他的毛全部是黃金做的嗎 大便出來是鑽石嗎 啊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我覺得就還蠻值得 啊值得去做那個 啊值得去賣三千多塊啊 我是這麼覺得啦 那就不是嘛 那四十幾 大地來好像也不能混種的樣子 賣那麼貴幹嘛 好我們現在三十幾了 好來準備要第四階了 啊兩支三十幾出來啦 哇 來看一下 不要看吃的啦看這個啦 啊三十幾長這個樣子啊 整體外觀看起來還不錯挺好看的 第一階是這樣子 第二階 長了斑紋第三階顏色變深好準備第四階衝起來 嘿嘿嘿 輻射感染 啊這還有想到之前有一有一款遊戲惡靈古堡 啟示錄 啊叫做什麼恐懼病毒還是什麼 反正那個魚只要聞到這個血的味道還是什麼 啟笑 就是那種魚 有點忘記那個劇情了 反正他那個病毒呢跟水跟水生生物有關係啊 好像是吧 哦哇這個差超多的 oh my god 嚇死輪了 這個是完全體啊 啊啊沒有肉了 哥哥我少一等啊 哈哈哈 一百八十萬 這邊有沒有肉哎有啊剛好直接乾巴巴 哈哈哈哈 乾巴巴了乾巴巴了 哎呀我的肉剩六十四萬了 哎呀 那我龍四十幾還蠻好看的 你看 哦完全就變個個變了個樣子 哦不過他的眼睛是沒有變了還好 我還以為他第一階眼睛是圓圓可愛的那一種 原來都一樣啊是龍眼睛啊 ok來看一下生物知識哦 你知道海諾龍的學名指的是來自海諾的蜥蜴嗎 啊好哦 而海諾是比利時的地名這是由路易斯色羅 杜羅啦不好意思 路易斯杜羅在1885年命名的 海諾龍吃海龜小型蒼龍蛇頸龍以及鯊魚 他吃蛇頸龍所以代表說他比蛇頸龍還要再大一點 小型蒼龍嗎那還可以啊就是小型的比較弱 甚至還吃鳥類 鳥類也能吃啊 海諾龍與海王龍和海怪龍有親密 親緣關係 可是我們這遊戲裡面沒有海怪龍 哪時候出一隻海怪龍讓我們讓我們搜一下 啊敲完海怪龍我想要知道海怪龍長什麼樣子 与他們同樣相近的只有蒼龍 哦好哦 海諾龍全長40英尺 哎呀死吧 死吧撒開 好回來了 在哪裡 這邊 海諾龍全長40英尺是史上海洋中最大的蒼龍科 動物之一 這麼大 他每次都講說什麼史前史上最大啦啊之後又會出一隻另外一個說法 另外一隻龍的史前史上最大 到底該相信誰了 哈哈哈哈 都亂講 然後呢 來看一下的血量跟攻擊力哦 52671347 攻擊力有1300啊 不錯不錯來打一下活動關卡 這老相格可以解鎖 看看 哦可以解鎖這隻 群齒轟 不是群齒鋼哦 是空哦 來解這一隻好了 剛好我們可以派得上用藏的海諾龍 馬上就是來一個首當其衝對上我們的韓廢 代表說這隻魚有肺啊 哎他有肺 有肺的魚 哈哈哈哈 好然後我們的五齒龜呢 海中全地獸可以登場了 再帶上我們的海王龍 哦這個韓廢於四十幾長這個樣子 一點也不討喜啊 這真的還蠻不討喜 一刀可以讓你死 死亡 哎 他的眼睛好可愛哦 哈哈哈哈 寂寞的可愛 鋸齒鎖 這個鋸齒鎖我們升過了 那時候我記得那隻鋸齒鎖 啊 招式呢好像有用出來是沒有用出來我忘了 啊 不記得的觀眾或者是沒看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鋸齒鎖哪一集 挺帥氣的 啊那他切換恐龍 帝婆版龍這隻是混種啊 沒關係啦 我們人的海諾龍出來玩一下 不然海王龍也是可以啊 來我們三點直接送他哦 不要留了 你看因為他會有一點防禦嗎 如果我點兩點我就會被他擋下來了 那情況就不樂觀了這樣 OK他的三點發動攻勢哦 哎 沒關係啦 死就死 反正經過我的手 沒有不死的 呵呵呵 啊為什麼是你結算畫面 好吵 泰姆湯的這個 啊 第2第2回合 第2型蒼龍出現了 我好像沒有第2型蒼龍嗎 我們可以優先來看一下第2型蒼龍的樣子 不過呢 看完之後我應該就忘記了 這個要等我自己擁有的時候我才會 記住他的樣貌 不要問我為什麼 我也不曉得 哎這個是一個很懸的事 很懸的一件事情啊 好啦 我們海諾龍多出場一點 來 第2型蒼龍四階 哎其實我覺得有點醜哎 那個嘴巴那個嘴巴好奇怪哦 剛開始看 現在覺得是有點有點奇怪啊 不過我覺得過一段時間我應該就能適應 我現在看還是覺得奇怪 可能要再多看個兩三眼 就習慣了吧 好死了 然後這個是尋此轟 轟魚 可是他看起來像烏龜 哎沒有把打死哦 哈哈哈哈 送頭囉 送下去 還敢還敢兩百六十六級啊 啊 哦這一隻巨池古巨殺 啊巨池古巨龜 我超想要的 他是我的古巨龜一直都沒有生蠻啊 一直數量不足 有點難過就是了 然後把我的阿龜給弄死 我知道拍這一次出來電一下 被他擋下來了 完蛋了 換我要死了 我該不會死了吧 三點 三點把我弄死 他留一點在身上 全力以赴 我贏了 那 嘿嘿嘿 貝太勒 耶 這好像克蘇魯 哎呀 不要打擾我啊 超死的在那邊 來繼續哦 在哪裡 在這裡 OK 無尺龜 我們的 蛇井惡龍 很久沒有出來了 可是我有點怕怕的 我們還是把我們的巨型義武羅帶出來吧 我怕我等下直接往生 啊 然後一樣照樣海諾龍出場 好啦好啦 蛇井惡龍蛇井惡龍 好不好 他可以當第三順位啦 OK 可以動一下 切孔了 現在是 先行劇透嗎 哈哈哈哈 你寂寞可以這樣 你寂寞劇透我 打死嗎 哎 洗一把差一點 沒關係 我可以當先來的 來 那 再來再來 無尺龜啊 無尺龍 明明就長得像烏龜 又偏偏要講成龍 真的好不習慣 不喜歡這種就是明明就是那樣 然後你偏偏要那樣 明明就看起來就像是一隻龜 你說你是龍 好啦如果叫你龍龜的話 那應該OK啦 但是你明明就是一隻龜 你也不是龍 哎算了 快把他打死 這蛇井惡龍啊 他剛剛出全力了嗎對不對 好剩下的 我們可以保留點數留給我們下一隻龍啊 把我們最後的波紋送給他 又或者我自己使用 看一下對方怎麼做 圓蓋龜啊 這圓蓋龜看起來最像海龜的那一種 算了我要自己使用了把他打死 呀 哦還秀一下這樣子 把他打死 下一關 來我們戰鬥下一關 下一關 繼續這最後一回合了 三尖古龍 三尖古龍 我們之後巨型鸚鵡螺可以打 啊這個什麼劍射於劍射於四階看起來好像死人魚 好愛內 第二型蒼龍 第二型蒼龍就帶著我們的 龜龜以後都叫他龜龜的啦我不想管了 哎真的 名字都亂取一通 蠻惡龍叫慢龍 莫名其妙 都沒有他們自己的專屬名稱嗎 都一定要這樣子名稱加名稱疊上去這樣子 有點奇怪 來切過來 他防禦嗎 沒防禦太好了 你是真溫柔啊這個對手 這這個這樣超像死人魚的啊 兇哎這個 啊死了哈哈 海諾 呃他剛剛兩點打我嘛對不對 我兩點回敬你 你 什麼 換龍了 完了 兩點送我哎沒有 居然沒有 好 吸內三點給你 哎算的嘟嘟啊好 好了只剩下你了狗言殘喘了你現在二三四血你想要幹嘛 想幹嘛 最後的抵抗嗎 把 最後的抵抗 5點上去 再見 壞壞壞 壞壞 哦 尾巴翹起來這樣子 兇很兇 解鎖了 其實我已經有點忘記 這隻到底有沒有解鎖過 我 不記得了 沒關係 覺得沒有解鎖就打吧 啊 解鎖解鎖 嘿嘿 成功 成功 太棒了太棒了 好啦 今天這一集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今天的主角海諾龍 就是你啦 哎呀非常的帥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隻 那下一集呢 老頭再看一下要升什麼40級吧 那一樣有什麼建議呢 在影片下方留言 按下喜歡 訂閱 分享 這些隊友頭來說呢 這非常大的幫助哦 然後呢 這個不入夜題呢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影片說明欄下方 會放 一些官網連結 以及驅動軟體的下載點 沒有興趣就可以去使用他 好不好 那今天先到這裡 感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一集 諸羅技世界遊戲 再見了 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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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載